讲这个打X打Go之前 Go应该慢慢已经学了很多元件 那这些元件 其实都可以在网络上查到 第一手的资料 如果你要查第一手资料 我建议很简单 你就打一个Enjoy Enjoy空一格 打一个Doc就好了 Doc其实就缩写 然后Enter一下 反正第一个一定就是 它的那个Document Enjoy Devator 其实就是官方访的说法 说明档 你就点进去嘛 那如果你有哪一个像Toster不知道 或Lendire不知道 Search一下 比如说打一个Toster 那你Enter一下 反正它就会告诉你说 这个Toster里面的相关的说明会列出来 那你可以自己再看一下 其实所有的说明通通在这里 那只是说可能比较辛苦一点 你要自己看原文 但也不用从头到尾很详细看 你要看Keyword 甚至有的时候我可能 直接看程式有时候还比较快 看完程式再看它的说明 我就很快就知道它在说什么了 不然你根本不知道 你就大概就把关键的地方 那它会跟你讲说哪一些参数 像那个放位置的话 这边会有所谓的set gravity 的一个方法 那怎么放 那这边有一些相关说明 那细节我想有兴趣的同学 可以自己看一下 这第一个 可以从那个Android的Duck 里面去找找看 另外 其实 除了这个之外 另外Java 因为我讲过Java其实是 Android其实是架构在Java的基础语言之上 也就是它其实利用了很多Java的相关的类别跟元件 来去做Android的开发 所以另外 当然你也可以 如果你有些东西查不出来 可能也许它是Java的 所以你也许可以找一下Java 一样Duck 其实也是一样 Java的Duck 你会连到Oracle的网站上 然后里面应该也会有一些 相关的那个最新版的说明档 那一样 这边有所有Java里面的类别 不过可能 要花一点时间去了解它 那可是如果你不想要去安装的话 你不想要去查 其实在Android里面也有 可是你可能要先做几件事 第一个 要先把你的那个文件 从Android的网站上帮你把它下载下来 第一个 第二个你下载完之后 还要再把它启动起来 如果你没有启动 它也不会把那个说明档 让你显示出来 那第一个你可能要先按一下 这边有一个箭头 它的这个图示是SDK 的Manager 一个箭头 意思说你可以下载一些啦 除了当然可以下载 最新的版本 比如说这边有个SDK的 Petforms 这边 比如说我们现在预设一定有7.11 但如果你要下载其他的版本 这边也可以 那请你切到那个所谓的SDK Tools 这边 那如果说你要下载那个 它的文件 for amount 就是这个 那你要打勾之后呢 按个OK 它就会帮你把它从网路上下载下来了 那下载下来之后呢 还要再做第二件事 因为我刚刚已经有下载了 它现在还在下 所以因为这个档其实还蛮大的 它下载之后的话 我把它先关起来 OK 现在还在跑 它说 可以不知道什么时候跑 可是你下载完之后呢 你现在游标放在其中一个元件 比如TOS上面 它现在还是不会显示 即便你已经下载了 还要再做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就是说 在File里面有个Setting 你要在Setting里面的那个General General这个 去把这一个 记得是这边有一个打勾 要把它打勾 它才会显示出来 不过因为目前 它因为那个Documentation还没安装 我记得好像是 Show这个 Show Quick Other这个 这个这个 对对对 这个 这要打勾 这都没打勾的话 你怎么知道 你看到 你之前有装 有用过吗 不要这个 OK 对 类似像这样 这个一定要打勾 这个没打勾的话 即便你安装 那个Documentation 文件 它也不会显示出来 就这两个地方 那当然你已经下载了 而且这个有打勾之后 未来会怎么样呢 你游标放在那个TOS上面 它就会怎么样 帮你把这个 已经OK了 有东西出来 它就不用再到 那个网络上去帮你查了 你就直接 直接这边会告诉你 TOS这东西是什么用途 然后相关的说明 相关连结等等的 OK 会有比较详细的说明 这样感觉会 写起程式来 会 比较方便 OK 再更会说明一下 一 记得SDK Manager 二 到那个setting里面去找找看 因为我也把画面录下来 细节部分自己看一下 那再来最后的话呢 我们如果要把那个 就是密码 之前本来是用文字的叙述 那我把这一行 先把它注解掉 注解的话 实际上 就是两个斜线 就是注解 跟Java一样 那我的习惯就是 Ctrl加斜线 再按一下 就是注解 再按一下 就取消了 其实如果说你要 这样 就取消 那如果你要大规模的注解 就是整个选取 Ctrl键按住斜线 整个就帮你注解 整个把它取消 就整个取消 OK 有的时候会怎么样 有些程式 你希望留下来 将来不一定 不一定可以用到的话 那里面因为时间关系 我把这赶快讲玩笑 第一个 如果要把密码正确片打勾的话 可能你就没办法 写成匿名物件了 因为我们这边 会用到一个image view 必须要宣告一个image view 那这个image view 主要的用途是 把那一张 放在Jobo里面的那张图 有没有 我们刚刚有丢一张 那个Jobo里面的图呢 把它载进来 载到哪里呢 载到我们宣告的 动态宣告的这个view里面 那里面特别是 一样呢 New一个 有没有 这个Torce是 我们自己取的一个名称 它主要就是物件名称 然后呢 也是GetApplicationContext 然后设定位置在这里 从Button往上算 它的位置基本上 是中间的位置 然后呢 往上100个像素 往上 由下往上 那基准点在哪里呢 基准点在这个Button 啊有Gravity啦 不过Gravity 我记得这边会需要 汇入一个那个 view的Gravity 这个 也就是你如果用Gravity的话 它会产生错误 因为它不知道 这个东西是什么 你可以用Auto键加Enter 可以把Import进来就可以了 然后再建立 New一个什么image 有没有 ImageView啊 然后把这个ImageView的物件哦 用SetImageResource哦 把它从什么呢 从Drobo里面呢 把那个OK 那个就是那张打勾的那张图呢 把它怎么样 载进来 哎呀 Android Studio的 果然厉害 以前没这个功能 它现在甚至连图都帮你 给你预览一下 然后呢 最后记得什么 SetView 意思就是把图放到那个view里面 并且把它秀出来 那同样的方法 就是下面还有一个是打叉叉的 程式在下面这一段 那一样哦 时间关系 我们就不重写了 我们就直接用这个云端的东西 秀给大家看 然后底下这一段 好 那概念都一样 Duration 这边 只是Duration 上面的没写 OK 应该也可以啦 它用预设的 把它执行给各位看 那将来呢 如果你把它执行过来之后的话 本来它是密码正确 跟密码错误 那我就把它改成什么 改成用那个打勾 跟打叉 去显示出来 OK 基本上 好 来试一下 那如果123 这是错的 确定 有没有 叉叉 然后 3456 确定 打勾 OK 那你会发现位置不一样哦 有没有 这个位置啊 刚刚是 在这里是 基本中间100吧 然后这个我是好像50啦 所以位置 可以自己再调一下啦 反正RUN一下 自己换一下位置 然后Gravity里面有一些相关的参数 自己也可以查一下 好 那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那今天的话 大概就是补充几个 包含就是说 把文字变成图 所以一系列 文字变成图 文字变成动画 然后呢 TOS里面呢 用 Image View来显示 OK 大概会有这几个东西 那 其他的话 再来最后还剩一次上课 下下礼拜 对 下礼拜是演讲 下礼拜